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any 今天来给大家拍卫排蓝山的自驾版 那其实在15号的时候呢 卫建军卫总已经开了这台车 在保定的闹市区进行了一场 无图NOA的一个体验了 那我观看了整场直播下来 感觉它的水平还是比较OK的 算得上目前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了 那整体它的一些变化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来静态看一下 外观方面呢 其实变化最大的就是加上了 头顶这个激光雷达 可想而知它的自驾水平 肯定是有所提升的了 然后就是侧气颜色了 这一次新增了这个苍浪青的一个车身颜色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它的饱和度比较低也比较偏中性 再搭配上它整个车身的尺寸 以及呢车身侧面这些比较柔美的线条 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像一个 有形有款的一个绅士 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看的 那这个搭配呢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买包来说 应该还是会有吸引力的 坐进车内呢 其实它的变化就比外观要大很多了 那首先最直观的就是这个屏幕了 从之前的一体式的一个屏幕 变到了现在这样的联屏 加一个独立的一个液晶显示屏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我觉得看起来会更有科技感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框是比较窄的 而且呢整个厚度也是比较薄的 那看上去的这种科技化会更加的强烈 那相比老的一个版本的话 我觉得那个版本看上去会稍显的有一点点老气 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些材质用料上的变化了 用上了皮质加这些织物的一个拼接 并且呢顶棚还是沿用了之前那个底皮的一个材质 像这台车的话 它全车都是一些浅色系的搭配 看上去确实会很有温馨的感觉 那作为此次升级的一大重点呢 这两块屏幕都用上了一个15.6英寸的尺寸 整体的一个显示精度以及呢显示的效果 我觉得都比之前的那个一体式屏幕来的要好太多了 并且呢这一次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桌面的一个感觉 会更像是一台平板电脑 因为在下方是有倒个栏的 那这里你可以去快捷的调出像导航啊 音乐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APP 那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是更加快捷 而且呢它的响应性 其他的流畅性 是也要来的更加的好了 并且呢往上一滑还能调出空调面吧 这个我觉得挺便捷的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呢 也开放了一个桌面的自立功能了 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换上自己喜欢的壁纸 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挺人性化的 虽然这个车机系统它的功能性 以及呢等等一些流畅性啊 响应性啊灵敏度 它都其实可以无限接近于手机了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车主他还是用不习惯 因为呢他手机里有很多像导航的车机 和定位以及呢像一些音乐软件的歌单 其实是没办法去共享到这个设计系统的 所以呢这一次他就安排上了一些 手机互联方面的一些体验 基本上目前主流的一些安卓手机 大家都是可以去使用的 那这一次静态体验呢 他也是安排上了一台华为手机 那这里可以用一个无线high card的功能点开之后 基本就是你手机桌面里的一些APP了 像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微博这些 你都可以不用登录直接就可以用了 还是非常方便的 不过呢作为一个苹果手机的用户啊 我想问一下后期能不能把这个苹果的carplay给加上 那就更完美了 然后这一次呢这个车机系统 我觉得它升级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多频互动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我给他演示一下打开这个爱奇艺啊 我刚才已经设置好这个足球比赛了 那我现在直接三指滑过去啊 他可以在这边两个屏幕无缝的流转 而且呢往下一拉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多频的互动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分享到中控屏 还有就是直接分享到西领屏 这样子呢车内三个屏幕 就都可以同时来观看这个足球比赛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带上自己的兄弟啊 在车里看足球赛了 这样就不用影响到家人的休息了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作为一台加上SUV后排空间的体验 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了 那以我1米75的身高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最直观的 前排是我的一个标准的驾驶坐姿 基本上就是两全有余的一个空间了 这个空间水平呢算不算好 但是呢其实它并没有去通过缩转你坐垫的一个长度 来达到一个偷空间的目的啊 那这一点我觉得必须去点赞 整体的一个承托性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是没有悬空的还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呢它整个填充物是比较柔软的 而且呢还给安排上了电条以及呢按摩的功能 所以二排的一个舒适性程度我觉得是直接拉满的 然后呢在后排的这个西敏屏 这一次呢也是安排上了手势控制啊 那跟问界啊理想就同理了 不过问界理想上次那个我觉得 它的使用门槛跟学习的逻辑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一次呢在位排上面的我们来体验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设置好之后 手掌悬空之后这里出现一个小圆球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了 点击儿童版点击F 那整个手势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只需要捏一下它就可以相当于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按键 整体的一个操作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门槛 也不用什么学习成本还是比较不错的 OK 以上就是现在的这台 蓝山自驾版的一些升级的亮点了 那其实这台车在保留了它以往这些冰箱彩练大沙发 以及女王副驾还有后排的这些 舒适性配置的同时呢 在智能化方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升了 那这一次很遗憾 我没办法去体验到它的自驾水平到底怎么样 只能留到下次我们拿到试驾车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了